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手法手教你这座VR眼镜的课程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是接着上一节课讲的 这节课主要是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组合档件的这个演示 好 我们看一下上节课是讲到了 这里组合档件的这个演示的这个环节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这个演示环节接着讲 我们上节课这个程序呢 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 说到底这样做行不行 然后刚才这个课间呢 我自己设了一下 发现这个地方果然是有问题的 那么首先问题之一表现在哪呢 我们原来这个程序是这样的 就是没有这一段的 没有这一段的时候呢 你按下这个按键之后 它进入到这个中段 就是PA7按键的时候进入这个中段 它标记了这个flag之后 因为它是边缘出发 那么完成之后这个中段就退出了 然后当你再按下 PA5的时候 它再次进来 然后就跳过了这个这一段 因为PA7没有下降员嘛 到这一段的时候 它把这个flag之位 看起来是比较天衣无缝了 但实际上呢 当你这个shift flag之位之后 你的主循环是一直在执行的 主循环执行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我也改掉了 原来这个地方主循环执行到这的时候 上来就把这个键码发送出去了 就是发送了这个 然后把这个flag就清零了 所以你是很难 能同时接收到这个shift和A键的 那么这样怎么办呢 我们就做一下修改 这个修改呢 也是说为了演示的目的 那么实际上这种操作方式呢 依然不是最完美的 等一会儿我跟大家说怎么样做了 还是更好一些 我们这种方式是在这个检测到PA7按下之后 把这个标记位置位 证明这个PA7已经按下过了 然后呢 那我们来一个死循环去检测 这PA7不释放的话 我这就一直执行 在PA7按住的这一个时间内 我去检测一下 5是不是被按下了 如果5被按下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flag之一 然后呢 这样你退出的时候 那shift flag和key flag都是按下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有一松开这个shift键 这个键码马上就被清除这个情况了 那么这样就可以保证 这个shift和A这两个按键 投资按键的时候呢 主程序能接收到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主程序里边 跟上一天课不太一样的是 我做了一下修改 如果这两个按键标记中有一个是1的话 那么就说明有键按下 进来之后呢 要经过再一次判断 如果同时按键的话 才发送这两个键码都发 那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呢 那就可能独立一个A键按下 那么这样你就光发A键的键码就可以了 发一个通一个段 如果又不是这种情况 那只能剩下 光是shift键按下了 这样你就光发一个shift键的键码 好 然后键码发送完了之后 把这个标记位清零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后面再出发的时候 那么 再进入到这个里边来 我们刚才说这种方式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不好的方式 它不好在哪呢 就是我这个 shift键如果一直按着不放的话 它一直在这个死循环里面 这个是个wires循环 你即使通过其他web体验让它打破这个循环呢 比如说在这里加一句break的话 其实也是不好的 就相当于说我其他键不按的话 它一直是在这里边死循环检测的 那么 我这里跟大家提 觉得大家课后去自己实现啊 这个 这样跟我们平时的这个键盘肯定是不太一样了 因为我们平时的键盘 你按住shift键不放的时候 它是不会死在这个里的 所以呢 我们这里如果有一个更好的改进的方法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把这个shift键的这个gpro这个中断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三一文就是这个外部中断7 5到9这里 它归属到这个分组里面了 那么这个trigger模式呢 就不要是指falling了 这应该是 falling加上这个 pose add 也就是说下降颜和上升颜都检测 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进来之后 它如果是下降的话 我就知道它是暗下 暗下 我置一个暗下的这个标记位 那么它如果是 弹起的话 我再置一个弹起的标记位 弹起的话 它应该是上升颜 所以呢 我这样我能检测到它上升 那么它中间这个部分呢 是 按下之后没有弹起 那肯定是一直按着了 那么所以这个标记位是一直有效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是通过两次中断来检测的这个按键 是按下和弹起 它就不会阻塞这个其他程序的执行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但是这个我们是演示的目的 所以就这样暂时跟大家处理一下 让大家知道这种情况是 就可以把这个键码打出来 但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呢 我也跟大家说了 大家可以去实践一下 我试过这种方式 就是两个边缘都敏感的中断 还是比较好用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实际的把这个程序烧写 然后看一下 这个里面是不变的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中断部分改成 然后上下边缘同时触发 这个地方也是不变的 都是一样的 你如果是有真正做一个键盘的话 那这个部分就是有多少种情况 你就要Files多少种情况 或者你嫌Files反 你就Switch case这样也可以 就是分支 反正它是有很多个分支 你每次都要发不同的键码 如果你未来节省这个空间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键码做成一个表 然后用这个标记位去直接去索引 这样速度快一些 但是其实按键的时候 我们这个单分机的速度远超于人的速度 所以你怎么做其实都无所谓 好我们编译一下这个程序 然后刚刚已经编译过了 这没问题 然后把它下载进去 选中的是这个debug 然后乱 好我们看到这个打印的正常的 就说明这个程序是正常执行了 然后我们还是老规矩 把这个摄像头打开 好大家看到我这一坨 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柄和我的手机 那么为了 跟大家演示的明白一点 我这边还是开一个计时本 这是备忘录 好这是我之前测试的 大家可能也看得见 然后把这个输入法退出 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输入法 好这个看得清楚了 首先我按一下小a 好大家看到这个底下输入了一个小a 好我按长一点 好然后呢 我按住shift键 按一下shift键 好那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我再按 同时按一下shift和a键 好那么这个时候发现 还是小写的a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输入法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关一下 然后到这个模式 就是下面这个系统输入法 残起来这个模式 我们再看小a小a 然后shift的 没有变化 然后shift的a 好我换一只手 这只手可能按的不是很好 这是小a 好看见大a了吗 这是shift和a同时按的情况 好我再多输几个大a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释放按键的时候 要有一个先后顺序 也要先释放那个shift键 然后再释放小a键 才能打出大a来 好这个就是我说的 刚才这个问题 可能通过这个中断的方式 能更好地解决 那么我们这点呢 只是演示一下 说明这种这种不完美的情况下 它实际上 对释放按键的这个顺序 是有个要求的 好那么后面这种 比较 更加完美的形式呢 就大家课后去实现 我就跟大家说了方法了 这里改一下出发模式 trigger改成了 这个下降和上升都可以的 我比较好奇 它这个上升模式 我看看能不能给他自动的填充出来 OK 那个是Rising 对 然后你如果是两个都要的话 你就trigger Rising Falling 这两个模式都有 那么这样就可以 让这个按钮 在按下和残起的时候 都被我们检测到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有刚才那个情况 说一定要先释放shift键之后 我才可以 打出这个大写的A 好 我们这节课呢 演示环节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